加州一名男子被控企圖謀殺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洛 政府有關部門說 26歲的勒斯克 星期三早上在華盛頓郊外 馬里蘭州卡瓦洛的住屋附近被捕 聯邦檢察官提交的法庭文件顯示 勒斯克坐的士抵達後 兩個保護卡瓦洛住家的美國法庭警察發現了他 勒斯克然後打了急救電話 對接線員說他有自殺的想法 正是計劃打死卡瓦洛 他被捕時仍然在急救電話中交談 文件說勒斯克帶有一個手提箱和一個背包 裡面裝了一支槍、子彈、一把刀 辣椒噴霧劑、強力膠帶、塑膠紮帶和其他物品 勒斯克被捕幾小時後 在一家聯邦法庭被正式指控 他對警察說他對法庭可能推翻1973年 令墮胎合法化的羅素韋德運件的裁決感到憤怒 他還對近幾個星期不斷發生的大規模槍擊案 是感到憤怒 美國司法部部長加蘭德星期三對記者說 對大法官的暴力威脅和實際使用暴力 都打擊我們民主的核心 他們會盡一切可能阻止 並追究肇事者的責任 一份洩漏的文件顯示 最高法院正在考慮推翻羅素韋德案件的裁決後 最高法院所有大法官都被提供了就夜的安全保護 一些墮胎權利促進者在卡瓦洛的住家附近抗議 有些人威脅說 一旦羅素韋德案的裁決被推翻 就會發生暴力